捷克的这种洋葱头的房子还是很好看 非常具有童话色彩 我们住的酒店外里面也挺福利堂房的 但是这个房子吧 就这么过去 一排走着走着就能看到有一栋 它就像是没有人管理的也没有人要了 然后就是连阳台都快掉下来了 外面就是乱七八糟 那后面也是除了这一块这个当中 再往那里面走就有很多的这种这么一整栋 就是基本上看上去破败萧条的样子就没有人要 下面就是这个温泉应该是睡疗 也可以在里面做按摩什么的 可以要预约了以后可以做 我昨天给哈拿爸我约了一个按摩 她说很好的很好的很专业的一个一个房间 约了以后可以做 还要再下去测 哈拿妈妈在这了 我们下面人还挺多的 下面有个泳池 走哈拿S 有个很小很小的迷你游泳池 不给哈拿娃娃是够的 我要去吃晚饭了 这还挺简单的 早上吃早上晚上吃晚饭 不用动什么脑筋 要进去吃就可以了 有什么吃 热菜 有鱼 热菜 鱼 炖牛肉 炖鹰水豆 这个是猪肉吧 猪肉 五花肉 土豆 挺好的 还有他们那个 就是他们的这种叫CNUDE 就是 其实是面包团 团 团 大叔 面团 是个团 对 果然是个团 他也有前菜的 你把我的前菜一拿去 我也拿了一个 好吃 我跟哈拿都拿了一个烟熏香 下面是这种 油果的酱 酸奶酱 酸奶酱 烧酸奶酱 好 还有一个 一根小酸黄沫 半个小番茄 下面有一点小色拉 和一块烟熏的培根 还挺好吃 他这全才拿走 速度不快 他汤居然叫法兰克福汤 其实就是肉汤 土豆,胡萝卜,蘑菇,肉汤 香还挺好吃的 他们这用奶油用的比德国少 今天中午也是 那菜就是炖菜 里面没有,不是放很多奶油 所以我就最漂亮 这个中午也有的 这个我很喜欢的这种 其实像馒头片 像馒头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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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上去很像馒头片 但是它是黄色的 不知道什么里面加不加鸡蛋 我是唐宾 一大盘半了 我先拿了一大盘的色拉 猪菜永远有米饭 没有菜 没有菜 又很棒 稍微有点心 牛肉好吃 炖牛肉应该是这里的特色菜 各种炖,炖的很浪很浪 然后那里面应该是有的放红酒 有的放红葡萄酒 有的放白葡萄酒 像馒头一样的东西 现在用叉子吃米饭很难受 但是有饭吃总是好过 吃土豆吃一袋里面 这些 我刚才看到主食的品种很丰富 还有这种酷子酷子小米 还有鹰嘴豆 又是那块饼 对牛肉很好吃 对牛肉本来是他们的招牌菜 做的好像也最好 确实好吃 非常非常烂 就是用茶不掉飞鸡 就是用茶不掉飞鸡 就是茶很多 我吃米饭 就是米饭 那是米饭呢 嗯 对牛肉 是米饭的 很不漂亮 平种不是很多 但是基本每个菜都好吃 所以住一个晚上两个晚上还挺好的 有的也有德国人 也有德国人他就不吃热菜 他就拿了几片面包 然后切鸡片奶酪 然后就当咸的 甜的就切几块蛋糕 就真的晚上就吃冷菜 我是相当佩服 有热菜才不吃 早上好像忘记 吃完了忘记录了 妈呀 早上也是自助餐 现在人挺多的 早上八点半 我们基本吃好了 早餐还是很丰富的 他有很多很多的罐头肉 母餐肉 各种小香肠配根肉 反正我现在研究下来 杰克人也是很喜欢吃肉的早餐 也吃很多肉 炒蘑菇啊什么的 反正品种也挺风俗的 水果还挺多的 就是不太熟 这个是杰克特产 我昨天拍了 他们的这种像纸一样 我们还买了当旅游纪念品 你又过来了 不是不吃了吗 这太好吃了 这个巧克力 就是反正欧洲人 欧洲人做这种甜品 糕点真的是他们的强项 还有各种这种小甜品 然后热的也挺多的 热水旁边有人我就不拍了 他们还准备了很多这种冷的 冷的是反正德国人 德国早餐一般就只有这种冷的 没有旁边的那个热的 它冷的也挺多 大清早他们这个跟我们的常态不一样 反正该有的基本什么都有 面包什么都有 吃早餐听旁边的那些声音 基本上就是一半一半 一半是德国人 一半是杰克人 也不是说完全只针对德国的游客 杰克人也有的 这一桌就是杰克人 我会有意识地